大家好,我是崔医生 你是不是也经常会出现上肢发麻或者是手指发麻 整只手都麻或者是只有前三个手指麻 或者是睡到半夜整个胳膊都麻的不行 被麻醒了呢,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 你往往就需要找一找自己颈椎的问题了 大多数都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的 那么颈椎出现了增生或者是出现了其他问题 压迫到神经根 因为我们人体的上肢神经呢 全部都是从颈椎神经这里延伸出来的 所以说不同椎体之间的神经根如果受到压迫 就会表现到手上或者手指上不同的位置 比如颈椎部位共有七块椎体 如果在颈椎的颈三和颈四之间 这个地方压迫神经了 那么出现的就是手指头发麻 如果是像中间的神经压迫 这就会影响到脑的供血 会出现头晕的症状 因此说呢,这种手指发麻 本身呢,就是颈椎病的一个早期的信号 还属于颈椎病比较轻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抓紧时间调理了 具体应该怎么来调理呢 我在临床上呢,通常都会用到葛根和白巢 这两位药来合用 效果是非常不错 这里面呢,葛根这位药呢 它是张仲景在《伤寒论》里面记载的 治疗项背将紧紧 这个问题,并用的一位药 因为葛根的根系特别发达 同时呢,又附着在其他物体上 不断地攀岩生长 吸收土地的精华 然后源源不断地往高处输送 所以呢,中医经常就是 取它的身体的特性 它能够鼓舞脾胃的气血筋液往上升 从中胶脾胃一直升到头部 那么颈部肌肉呢 有的气血筋液的滋养 自然就不会僵硬了 而白巢呢,则能够补肝血 我们知道肝呢,又主筋 脖子呢,是否灵活全靠筋来维系 那么现在很多人呢 也都是手机不离手 看手机,看电脑等等 酒市呢,则伤血 所以用白巢呢,再补一补 酒非常的不错 那么这两位药合在一起呢 葛根通,白巢补 这样一通一补呢 就像松土耕地一样 把你颈部的肌肉和经脉呢 给疏通开来 那么只要气血通畅呢 颈椎不适僵硬 或者呢,导致的手麻问题 都会得到比较不错的改善 生活中呢,如果你也有 上肢发麻或手指发麻 睡醒之后胳膊发麻等等 这个小方法呢,就可以做个参考 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